随着本月五大联赛的逐渐开展,国际冠军杯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,新赛及英超的节目时间比较靠前,所以向曼联等俱乐部,也是结束自己今年夏天的国际冠军杯之旅,而则在今天早上国际祖坛展开了一场焦点之战。 尤文图斯在美国面对MLS全明星队,需要说的是这并非是国际冠军杯的比赛,只是一场足球有益赛。 尤文图斯方面,由赫迪拉、蒂亚尼奇等人领衔,MLS全明星队中则是由我们属意的乔文科、乔赖特。 乔文科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很激动,可以看到曾经的队友们。 今天的比赛中尤文图斯率先发难,贝尔纳戴斯基在进区内小角度射门,被老门架鼓赞得道,当然最好机会要说是全明星队了。 第十四分钟,阿勇朗利用脚球的机会投球攻门,虽然实情斯尼将身体舒展,但是门门中和衡量交汇,的地方组织了进球的发生。 第21分钟,热身在中状态很好的反围力进去内墙点破门,这次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特·乌斯·佩雷拉。 不过第26分钟全明星队半平了比分,马丁内斯的投球会做要当次跟进大门,急需证明自己的实情斯明分力将球扑出。 不过,尤文后卫有点注意力不集中,球卫对手得到最后传中,马丁内斯小角度打空门得分。 全明星队半平了比分,上半场比赛尾声乔文科送出精妙传中,可惜把尔科的凌空抽射,被石琴斯尼扑出。 半场结束的时候,双方战成一笔一下半场比赛,不管是贝纳德斯基的左脚凌空抽射,坎塞洛的大力抽射,还是MLS新区外的远射都没有能够破门。 第82分钟,全明星队的单刀射门被挡出,可惜之后的第二掉射门也没有把握住。 此后,双方军无剑术。 比赛进入到的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中,全明星队的菲利普斯射门击中门主,尤文图斯一5比3,总比分6比4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 这场比赛中尤文图斯的阵容中,虽然没有C罗、迪巴拉等人,但是他们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,尤其是个打了半场的门将石琴斯尼和佩林。 在布风离开之后,两人将会形成竞争关系。 石琴斯尼拿到一号球一,不代表他就坐稳主力位置,新赛季尤文图斯更加强大了。 石琴斯尔文图斯更加强大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